做豆腐乳的成敗 在米醬与豆腐角 住出林丽华将精心照顾四天的主材料 搬上桌 一步步分享制作豆腐乳的诀窍 做豆腐乳的秘诀 第一个你的豆腐来源 豆腐角的来源很重要 天然 然后用太阳这个时间点 就是刚好在端午节跟秋分这段时间 是最适合做这些腌制类的东西 你可以加甘草 你可以加化霉 然后凤梨你要多一点 你就加很多凤梨 让凤梨的酵素在豆腐乳里面 产生很好的质变 然后这样的发酵 那个东西其实是最到位最天然的 秒杀的豆腐乳做法全公开 只要愿意学愿意做 就能品尝到祖先的智慧 让祖孙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可以感觉那种古早味 然后小孩子也可以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 真的是让这个豆腐乳 增添了一种甜蜜的滋味 今天这个课程 很好的校长 很高伴的 这导致我从来第一次到第一次 今天有吃到处了 很高兴的 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很多奶奶学做豆腐乳 真的很开心 做豆腐乳回家可以爸爸吃 原来豆腐乳是这样子发酵过程的 我很开心可以跟奶奶一起做豆腐乳 孩子们将豆腐乳装惯的秘诀 以定格动画的方式呈现 创意十足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 有一个瓶子跌倒了 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与美食共普温馨时光 透过祖孙共学 情感连结更加深厚 同时也传承了美食的记忆和文化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